海贼王,霸王色觉醒条件,海军才两人掌握是有道理的。 最近海贼王因为剧场版Red的上映再次把霸王色霸气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在剧场版当中红发所展现出的霸王色实在是太逆天了。 相比之下的话,武装色和剑纹色似乎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的,霸王色就相当于是武装色和剑纹色加起来的升级版,只要拥有一个霸王色就可以替代另外两种霸气了。 霸王色霸气可压制武装色和剑纹色。 在剧场版当中红发展现出了霸王色的高级用法也就是剑纹纱,它可以用霸王色霸气来阻止别人窥探未来,就算是卡二的剑纹色霸气在红发面前也完全没有效果。 霸王色霸气在和之国片当中又有缠绕的效果,威力比武装色的缠绕更加厉害,所以就如同凯多。 我说的新世界想要成王的关键就在于霸王色霸气。 剧情进展到新世界之后不少的人都感觉霸王色开始烂大街,因为新世界当中有霸王色的人实在太多了,想请教这样不入流的海贼都有霸王色了,那海军当中的强者霸王色不都应该是标配才对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霸王色霸气在新世界依然是十分稀有的,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海军当中只有塔普,战国有。 因为霸王色出现的概率十分苛刻,除了遗传,唯有成王的野心,才能觉醒霸王色霸气。 其实在一开始的设定当中就已经提到过霸王色霸气只有拥有王的资质的人才会觉醒,并不是随着实力的高低而觉醒,因此海军当中没有霸王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觉醒霸王色的条件。 或许很多人觉得像青椒这样的普通海贼都可以觉醒霸王色,那简直就是对霸王色霸气的一种侮辱,其实不然。 青椒觉醒霸王色是很合理的事情,当年的青椒也是独霸一方的人物,他坚信自己是最强的,就算是塔普也曾经败在青椒的手下过,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塔普已经打败了洛克斯的前提下。 青椒自然是有信心的了,估计那个时候的青椒应该觉得自己就是天选之一,下一任海贼王了吧。 其他觉醒了霸王色的海贼基本也都是这样的人,这样海贼本质上都是桀骜不逊,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就算是屈居于人下也是暂时的,内心都有着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们才能觉醒霸王色的霸气,都有着成王的资质。 海军只有两人掌握霸王色是对的,没成王的野心。 再来看海军呢,海军本质上不过是替天龙人干活的工具罢了,这一点绿牛其实看得很清楚,而其他人大部分也都是知道的。 只有塔普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内心罢了,就算是战国应该也做了不少肮脏的事情吧,所以海军当中是不可能有人觉醒霸王色霸气的,不管实力多么强大,要说唯一有机会的人大概就是现在还在坚持内心正义的克比勒吧。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